说到暑假最火的电视剧,大家肯定会想到《演习攻略》,这部剧真的超级火,不仅仅是聚火了,还成功的带火了很多剧中的演员。 所以紧接着播出的如意传就没有占到优势了,前者已经先入为主,获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,加上女主黑莲花的人设更是讨喜,所以后者一开始播出的老是被吐槽。 最近网上都已经开始比较这两部剧中的男主骑马的身姿了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是聂远的骑马的身姿,身姿真的是超级的挺拔呀,看看骑马就是一种享受呢。 再看看同样是骑马的霍建华,没有用替身,其实要是没有对比之前,霍建华的表现也还可以,但是看了聂远的再看看他的就稍微迅了一些了。 骑马身姿上前者还是略胜一筹,更加大气一些,确实有王者风范,而霍建华因为姿势的问题,气势上肯定就弱了一些。 聂远霍建华两版前龙骑马对比,网友一个侧马奔腾,一个怕闪了腰,后者确实有点小心翼翼的感觉,生发摔下去一样的。 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,欢迎下方留言评论哦。